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看十三章的第一节 我们一起行道 这一节我们是跟随耶稣的脚步 还记不记得星期一 主耶稣做了些什么呢 主耶稣结成了圣殿 记不记得星期二 他有做了些什么呢 他跟那些伯利赛的领导有个交谈 有个争议 其实如果用争议都未必那么适合 或者我们可以说是耶稣教导他们 星期三呢 是昨天而已 哈利路亚 有人记得 就是说尤大怎么去背叛耶稣 还有另外一位女士 她倒香水在主耶稣的头上 今天是星期四 星期四耶稣做了很多东西 她有最后的晚餐 和她的门徒享用最后的晚餐 同时她也给了她最后一个教导 所以我提供这祭导 孩子在基督上去表示祭拜祭婚 ヤ稣他们去求祭拜祭拜祭 耶稣便到基督上去祭拜祭圣 他以与基督祭拜祭拜祭祭拜祭祖赏 归祭拜祭拜祭拜祭圆 明天星期五,就是他要拿起自己的十字架,星期六就是他准备被钉十字架,星期日很早,他就复活了。 今天我们要默奏约翰第十三章,我们今天就是默奏这一章十三章, 看十三章的第二章,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经将卖耶稣的义士放在西门的义址,家略人有大的心露。 当他们预备吃晚饭的时候,耶稣是和门徒一起用餐,魔鬼就已经将很坏的意念放在犹太的心里,就是领备 由大会背叛耶稣。 由大会背叛耶稣的义址,就是领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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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义址。 他们的义址,就是领备的义址,就是领备的义址,就是领备的义址。 不过耶稣,我们看一下十三章,圣经怎样说,一字二字。 圣经说,耶稣很爱他的门徒,他直接是爱他们爱到底。 我们怎么可以看到耶稣是爱他们爱到底呢? 接着我们再读下去的时候,那个故事就会很清晰地告诉我们。 我们继续读。 第一点就是耶稣洗门徒的脚。 当他和门徒一起用餐的时候, 他在那个时候也帮他的门徒洗脚。 我们看一下十三章四节五节。 一起读。 , 就离直站起来脱了衣服, 那一条手跟束腰, 随后把水倒在盆内, 就洗门徒的脚, 并用自己所束的手跟擦干。 。 圣经就说,他站起来脚, 然后拿一条手跟束在腰里, 然后拿一个盆倒了水进去, 他就开始洗门徒的脚。 他不单只是帮他们洗脚, 洗完之后还帮他们擦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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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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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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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门徒他们不理解 为什么耶稣要这么做 要帮他们洗脚 耶稣知道每个门徒 当他在受难的时候 背着他的十字架的时候 他们每一个都会离弃他 耶稣就走到彼得面前 他想帮彼得洗脚 不过彼得说不可以的 这个是没可能的 你没可能帮我洗脚 我们看一下十三章的第八节 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 耶稣说我若不洗你 你就与我无分了 比特和耶稣说不好啊 你千万不要洗我的脚 你是不可能洗我的脚的 不过他竟然在第二天 就出义了背叛了耶稣 他否认耶稣 他只是否认耶稣 你看看法太福音 人六章七十四节 彼得就法咒 起誓的雪 我不认识哪个人 纳士鸡就叫了 他竟然是罪咒耶稣 为了要保住自己的生命 耶稣知道 比特是会这样做 是会背叛自己 他已经知道 比特是会这样做 第二点就是 招着我向你们所作的去做 耶稣是帮他 每一个门徒洗脚 打算他继续跟他们的谈话 耶稣交了一块饼给犹大 他跟他说 你吃吧 吃完之后 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吧 约翰十三章六七节 他吃了以后 实弹就入了他的心 耶稣便对他雪 你所作的快作白 我们要默想这一段的经历 我们要默想这一段经历 其实他们在用餐的时候 他就站了上来帮他每个门徒洗脚 然后之后他就交了一块饼给犹大 他跟他说 你需要做什么 你就尽管去做吧 其实耶稣连犹大的脚 他都洗完 每次我每次默想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 我上次去理解耶稣的感受 当他洗满脚的脚的时候 那种感受 因为他已经知道 犹大会背叛他 当我马上聊天的经文的时候 我想起耶稣这样做 他洗满油大的脚 我感觉到好激动 好想哭 到底当时耶稣的感受是怎样的呢 他洗比特的脚的时候 又大的脚的时候 我们已经看了 日行十三章的一第一节 说到耶稣爱他的门徒是爱到底 其实如果犹大 因为他背叛了耶稣之后 他肯回到耶稣 回转去耶稣 耶稣肯定会原谅他 因为圣经说 耶稣是爱他的门徒爱到底 这个也都代表着耶稣爱你 爱我爱我们爱到底 已经是去到尽了 我们去到尽了 无论你现在是处于什么的境况下 你一定要回转到耶稣的身边 是立刻回转到耶稣的身边 我们去到尽了 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 改变这个世界 我们看一下 欲汉一书四章十节 一起读 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 爱我们猜亢的义址 为我们的罪 作了挽回制 这就是爱了 圣经或者 这才是爱 不是我们爱神先 乃是神爱我们先 神爱我们先 有一样东西要特别留心 看看欲汉十三章的十五节 我给你们作了榜样 叫你们照着我 向你们所作的去作 圣经叫我们以耶稣为梦 梦 耶稣做什么 我们要跟着他 这样去做 圣经说 如果你的信心 和我们的信心 是没有行动 那我们的信心 是死的信心 当我们默想 耶稣最后的一个晚餐 和耶稣所作的 尤其是他帮门徒 他们洗脚的行动 希望圣经可以令到我们 做个决心 决心去跟随耶稣 回到耶稣身边 我希望你可以跟随耶稣的爱 去爱你的邻居 去爱你身边的人 让人们知道 人们知道耶稣的爱 正如耶稣正经地说 耶稣是爱他的门徒 爱到底 同样地我们都要去爱别人 不要放弃 你爱那个因 爱到底 爱到最后 这个受难的州 我们要纪念耶稣 我们要停留在他的爱当中 我们一起祷告 神啊你是美善的神 永远的 主要当我们默想 今天的经节 我们要反省自己 我们这样是奉主耶稣的名 靠阿们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命为成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刺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料人的债 不叫我们以见试探 教我们脱离空恶 因为国度权兵 永远存时利得 直到永远 阿们 我们要继继续为 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姊妹 祷告为 GOMERANG姊妹 WILI HO姊妹 JAPSI LIMI JONG KUGA YOUNG 祷告 我们要为 女执士林这张 和高家庸去祷告 好 多谢你的祷告 请继续为 我们教会的师弟去祷告 女执士郭家庸 他应该是 这个星期日晚有个手术 我们也都为 金正义弟兄 Cecilia姊妹 和Gloriaville姊妹祷告 为你自己的需要 如果你有需要 需要意志 也都为自己祷告 为李牧师祷告 我们为香港 为我们的家庭 我们呼求主的名 一起祷告 G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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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快点 咱们快点